先查驗通過了319報告之後 引起很廣泛的一個討論 阿扁也跟上來了 他自己寫了一個319的內幕 1萬多次 這在網路上面已經有了 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他澄清什麼 呂秀蓮沒有幫他擋子彈 因為呂秀蓮講說是打子彈 打到我的膝蓋反彈 還彈出去才打到阿扁 他說根本是亂講 第二個他特別解釋說 一直有人講說他有消失了17分鐘 他說不是 他那時候是在廁所裡面 把那個什麼鞭炮 鞭炮灰 把他清理了一下 他也做了很多解釋 那可是這裡面用了很大的一個 Pain 5講了一個東西 我們今天特別把天爐找來 他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他一直認為他是鞭炮打到的 所以一開始沒有認為是槍傷 包括跟呂秀蓮的應對 包括那醫生跟他 看他的傷口的時候都沒有 我們就問一個很重要 像你用槍用那麼久對不對 有可能一個槍傷 可以拖這麼久 這裡面幾個時間點就很重要 第一個應該查的是 陳正部接電話的那個 陳在部接電話的時間 他因為接電話沒有注意到 子彈打進來 那第二個 呂秀蓮感覺到不對的時候 他跟阿編講 阿編說是鞭炮 阿編說鞭炮對不對 你不要大驚小怪 等到他覺得痛的時候 第三個覺得痛的時候 張春波坐後面 就要給我看看 那張春波有沒有把他衣服解開來 去看 就叫他拿一點小護士 如果說那個傷口是很小的 是拿小護士插一插可以的 但是我們根據所有的報告講 那個傷口有11公分 11公分長 2公分到3公分的深度 那小護士怎麼塗得住呢 那你把一罐小護士整個蒙在這邊的時候 哎不要忘了那在流血 小護士塗下去一涼的話也很難過的 那阿編居然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們最大的疑問在這裡 因為打槍打了那麼久 沒有人可以打出一個11公分的傷 畫那麼漂亮的弧形走路的 那個文嘉 所以阿編現在很好啊 特恩主任正在查 阿編都寫一些相關的文章好 到時候看有對不對得起來 我覺得陳田總統寫的可能未進 未必是他真正心裡面的感受 我個人觀察陳田總統跟呂副總統 在319槍擊案上面 他們兩個長期是有旗艦的 一直都有旗艦 各說各的話 各談各的調 虛虛實實各有攻防 包括今天陳田總統說 是呂副主動打電話給楊憲龍先生 跟他說明這案件 那據我所知道並不是這樣 319那天發生槍擊案 嗯 楊憲龍就坐在中天的新聞 攝影棚外面 他在這邊打電話 主動打電話去給呂副總統 而且而且是蘇妍菲接的 蘇妍菲在拿給呂副的 所以我覺得陳田總統 比誰都清楚 這通電話是楊憲宏主動打給呂副的 不是呂副打過來給楊秀 但是為什麼陳田總統 在這議題上面要跟你拗做這樣 我覺得這裡面他們都有在虛實的在過招 我就要做一個完美的政客或政治人物 他一定要懂得怎麼去打他的對手的槍 同時他要勇敢的趕接某些對手打來的槍 我覺得這顆子彈除了在形式的子彈彈道上面 值得我們探討以外 他在事後政治的詮釋之道更是重要 所以這顆彈道化過了傷痕 對於政治人物來講 那是一個什麼 政治的勳章 我比誰都勇敢 我單下這顆子彈了 我留下一個光榮的勳章在我的身上 所以每一個政治人物在這顆子彈上面 特別是呂副跟陳田總統 都有高度的所謂見獵欣喜的心態 我個人詮釋至少是這樣子 來 胡大哥怎麼看這個事情 那天事長你也是到憲宏黨的電話去嘛 對不對 今天呂副 李秀蓮還特別做了一個澄清 他說當天下午在奇美就成的時候 是楊憲宏打掉給李 李副總統 然後秘書剛好在病房旁邊嘛 他把手機傳給李副總統 不是李副總統主動打給憲宏 我想這說法對的 因為憲宏兄 阿丙跟你卻很像吵這個 因為憲宏兄上節目要問清楚 我想這個其實很簡單啦 我來整體談這篇文章好不好 這樣因為我不捲入細節的討論 我今天把這319陳水平的說法 認真讀了 我就把它當一個歷史事件 非常純儀來對待 在研究歷史任何人物的時候 當事的解釋一定要存疑 因為他替自己開脫啊 我來舉個例子就好 月曼談日記 一般歷史學知道 要研究戊序政變 光旭帝老師叫翁同和 他在政變失敗以後 自己日記重新寫 所以你不能依照 你如果讀月曼談日記 你一定被受騙了 你就受到影響了 我是舉這個例子 如果你只讀陳水平的319的 那那溫系也 就像翁同和你被誤導 月曼談日記是造假的經典之作 陳水平這一篇大致一篇而已 如果把這本書拿出來 什麼堅持台灣啊 也是造假的經典之作 事後可以拿剪刀降弧重新剪輯的 加上自己的註解那才重要 所以我希望所有人讀這篇文章的時候 要帶著純儀動機 絕對不能跟著陳水平的那個 內在邏輯走非常危險的 我建議這樣子 甘萊迪被殺以後 美國總統約翰斯 Junson Junson下令成立調查委員會 由大法官 Warren領銜叫華人委員會 我覺得馬總統 這個事 你就下令大法官成立特別委員會 特別法來做嘛 這才是正道啦 我覺得這樣下去 各說各話 當然有興趣的人我這樣建議 把陳水平所列的名單 好的記者作家調查台灣 就一個一個interview 從蔡朝銘解憂欣 像顧重蓮跟蔡朝銘講到我 口述歷史 你看顧重蓮現在死了 我講他的想法 他氣急敗壞 因為他來中廣找我在錄音室 叫我們兩個人 他被說是參加柔信政變 被視為一個當過海軍總司令 一個國王部副部長 一個駐河南代表 一聲之大羞辱 他死我敢這樣講 我想其他軍人都一樣 我一身做軍人 你說我是參與柔信政變 是核其大的羞辱 或許他們講話中有些人 有 但是陳水平把它說成柔信政變 這一點是對所有當事者 非常大的不尊重 我覺得陳水平的人格 特質這一點 我覺得要更加小心看他的文章 華盧納委會所做的報告 到今天為止很多美國人還是不相信 沒有結論啦 他是沒有結論 他還是不相信的 那我們現在就 我不認為 特徵組到最後會查出真正的真相來 但是他起碼可以把目前 所做已經定案了 譬如說陳力雄的不起訴處分書 所做的其實等於結案的報告 他那些疑點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並不是定案 我覺得他有這個作用 來 中信講這個細節好像不重要 但是當事人對這些細節是很計較 今天李稀連的三點聲明 其實不是重點 因為大家對這個沒興趣 也不是關鍵 也不是阿扁重點之所在 但是他特別強調 第一點是憲宏打電話給我 而不是我打給他 為什麼這一點重要 如果他受傷的第一聲明 就打電話給楊憲宏說 我為國家怎麼這樣 我為總統怎麼這樣 這個有失副總統的風範 這會給人家看不起 所以很緊張的這點 這目的在這裡 不過我也謝謝剛剛洪偉對我的指教 但是洪偉只聽我們第一輪的 我的第一段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座 都沒有笨到 會被陳水扁牽著鼻子走 更不會笨到 被李稀連牽著鼻子走 所以地球歷史怎麼轉 其實不是他們兩個人說了算 但是我覺得這一萬多個字的稿子 阿扁其實講了很多人 呂旭蓮這一部分是有趣 所以我們先把它拿出來討論 但是不是重點 我覺得阿扁今天提到誰 提到呂旭蓮 李傑 曹文生 羅本利 唐耀明 包道格 簡 又欣 喇喇喇一大堆 只有一個重點 阿扁在講 我第二任總統 雖然很倒楣 我如果不做我不會被關 但是我既然做了 我這第二任總統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是絕對不是偷來的 他講來講去 就是說我是重重年人 三萬票 領先 和美國就知道說我會贏 絕對不是這個 子大支援的 會搶錢 發中的 從頭到尾都在講 我第二任的總統 對頭到尾 對尾到頭 都是我理所當然拿來 絕對不是去投票 重點在這裡嘛 連說美國都有情資說 他之前就贏三萬票 這等於不要 我們要討論一下 另外呢 呂秀蓮今天有特別發了一個聲明 第二點我們看一下 黃偉 他說黃偉主動打電話給李秀蓮說 說明陳水扁這個傷情 另外有提到什麼 由夫人接過手機來交談幾句 並且提到什麼 一個重點了 邱一仁即將召開記者會這個事情 所以李秀蓮 特別跟邱一仁講了一個事情對不對 他說邱一仁不在場啊 怎麼知道這個經過怎麼開記者會 他特別打電話跟邱一仁講 他跟阿扁都是青山沒有生命危險的 結果你看事後碰到兩個大問題了 邱一仁在記者會上神秘的微笑 他沒有辦法直接講清楚 第二個國安機制 包括很多人隔天沒辦法投票 他們還是照幹啊 沒有錯 其實今天他這一萬多字 我完全同意剛剛沈醫生講的 他只是要強調 他的總統的正當性 就第二任總統的正當性 我跟你講 我覺得他這裡面很多 那你可以把它視為說 當監察院報告之後 一個當事人 陳水扁當事人 我覺得我要補充一些說明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歷史的文件 但是這裡面衝刺著什麼 他其中有一個說 為什麼他還要繼續的敗票 因為呢 當時他們所掌握的民調 他已經領先了 他也講說 報告有跟他講說 他就可以已經領先3萬票 所以他並不需要靠這個319 去搞一個這個槍擊案 才能夠當選 然後老講 我有一段話 真的讓我最覺得作惡了 他又講了說 他接到吳淑貞的電話 他喊了一聲 JAM我不曉得他平常 他回家 然後他說 他喉嚨就卡住了 為什麼呢 他想到 他選台南縣長的時候 那個政治車禍又來了 大家都知道 那個車禍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他一直到今天 他所有這些東西 他是要還原歷史的真相嗎 就像剛才胡大哥說 當他在寫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是寫一個 他真的還原一個歷史的文件嗎 至少這一段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對不起 剛才齊凱講到說 邱毅仁的那一段 我覺得他 那樣講說 他本來就要開記者會 他想要說明 他們都知道啊 所以現在回過頭來說 你們都知道清商 都沒有事情 可是你回去再還原 當時的319 那天他們的操作是怎麼回事 所以你說 我不需要搞這個319槍擊案 我就可以 正正當上總統 但是你還原319槍擊案 你們當時是怎麼操作的 邱毅仁那一抹 那個神秘的微笑 是怎麼操作的 你真的能夠講說 你這個第二任總統 是完全有正當性的嗎 我們開放 我們聽觀眾朋友的聲音 李秀琳今天這個澄清裡面 第二點至少講了兩件事情 邱毅仁開記者會之前 知道阿扁是沒有生命危險 而且他跟李秀琳 跟阿扁兩個都是清商 他為什麼還要講說 子彈在阿扁的身上 這是一個大的點 第二個大家記得 這是選舉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很多軍人沒辦法回來投票 如果已經沒有生命危險 為什麼不能投票呢 這裡面操縱痕跡太大了 我們聽你的聲音 我慢回來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